現在有業者推出淨化石油 純化奈米製程把一般的柴油更升級 可以減碳28% 省油27% 馬力提升17% 降低污染52% 現在更與成功鎮公所合作 在每日運輸量最大的垃圾車都使用 成功鎮長侯武成表示 這個今天最重要就是 我們要響應整個世界環保的來臨 當然要強調就是要怎麼樣 世界環保要怎麼樣去做 最重要就是我們在五月份的時候 有看到報章雜誌還有媒體 有說巴達通的石油可以節能減碳 經過幾個月的審視 了解狀況以後 發現到這個真的是可行 因為它不只是可以省油 而且對整個環保的污染度 可以到達最低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們希望好的產品 應該從成功來出挖 那成功鎮有很多的垃圾車 都用油量我們一年比一年多 那車子也越來越多 對整個環保來講也有多 都有影響 那我們是第一個先拋磚引液來測試 如果機能是不錯的話 我想成功鎮會大力來支持 這樣一個石油的發展 訓達石油董事長陳國耀說明 因為它改變了油品的分子結構 讓油品能百分之百完全燃燒 然後它的特性就是說分子結構改變 它的分子變小 然後燃燒效率提升 也提升了馬力 然後同時也降低了污染 跟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量 那它是用怎麼樣的原理 它是用光觸媒轉化 跟油品進化的原理 把油品進化然後提升它的效能 你是用現有的油品來改善就對了 對 用現有的油品來做改善 來做提升這樣 那在我們的測試當中 它對環境的污染會減低多少 對車子的那種影響 我們從台東縣環保局的污染測試當中 降低了污染是百分之五十二% 那對車子呢 那這種柴油它對車子引擎會不會有傷害 或是說對車子反而是有幫助 因為它的燃燒完全 然後它的油品進化 它的油品更乾淨 所以造成的污染更小 所以在車子裡面的積碳它會降低 然後會延長那個零件引擎使用的壽命 然後造成車子的磨損跟影響 我們用我們經過SGS的測試跟檢驗 它的那個腐蝕性跟一般柴油的腐蝕性是相同 所以它不會造成那個機件的磨損或引擎的影響 那它有沒有限定要什麼樣的那種機器或引擎 才能使用這種柴油 沒有 一般舊車十幾年的老車用我們的油以後 原本那個它的污染污染值很高 會被環保局開單 現在用我們的油以後 它的污染黑煙已經變不見了 所以它不限定任何車種或柴油的機具 未來這個新技術會運用在任何使用柴油的器具上 便可提升效能 好我們跟著在買完了高級柴油之後呢 我們來試驗看看我們的巴達通柴油 跟我們的中油柴油 到底能夠跑多少公里數來看看 我們現在看到一般柴油 我們現在看到一般柴油 一般柴油現在目前是 停在第21圈喔 那我們現在巴達通柴油 現在我們巴達通柴油的還在走喔 現在我們巴達通柴油的還在走喔 現在巴達通柴油的吸我在第三圈 那跟一般柴油比較起來喔 叫我們巴達通柴油的話喔 總共是多了15圈 15圈之多喔 那換算起來這個操場是300公尺的大小喔 換算起來大概是4.5公里 就是4500公尺左右喔 好那麼多了這個4.5公里喔 那你覺得會覺得蠻驚人的 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 是 那平常大概加1公里大概 你大概覺得大概幾公里左右 大概 如果說空車的話大概7公里 那重車的話可能大概4到5而已 那你剛剛覺得開了這樣子的一個時間來講 會不會覺得他的時間啊又延長了很多 又延長非常多 是 好謝謝 東來新聞高衛銘李茂山的報導